再来第四个 数学系学生在做什么 数学系学生呢 简单来讲就是每天 大家一定会跟你说 高中数学跟大学数学不一样 其实我个人觉得 不应该说他们不一样 有人知道费码最后定理吗 知道打知道 但是到大学 如果你还是抱起这种心态的话 你很容易很有挫折感 这本书可能是我们这个世代 最重要的数学书 嗨大家 我是牛 想必大家呢 应该都是看了标题之后才点进来的 我今天要跟大家谈谈 就是我的科系 我好像一直都没有在影片当中 提及我自己本身的科系 那大家可能都比较知道说 我是东华大学的学生 但是不知道我是来自哪一个系所 那我在这里告诉大家 我就是 就是我是数学系的学生 应该看不太出来 因为我平常都好像 没有讲到有关数学的东西 其实我一直来都 蛮想拍这个主题 但是那时候还没有想好 以什么样的方式呈现 那所以我今天呢 一样整理了十个问题 就是十个有关于数学系的问题 我觉得这部影片 不仅仅是要给那些 准备要进入数学系的学生们 不管你现在是正在就读数学系 还是即将进入数学系 还是觉得自己有想要读数学系 甚至是你对数学完全没有兴趣的人 我都觉得 你可以稍微看看这部影片 就是或许你们都可以 以一个全新的面貌 去认识这个学科 就是这个学科 实际长的样子 可能会跟你想象中的 真的完全不一样 好那我们就开始吧 第一点呢 就是怎么知道自己喜欢数学 我想这应该会是 很多很多人都有的一个疑问 想必大家在高中选校 选科系的时候 如果讲到数学系的话 大家一定会跟你说 高中数学跟大学数学不一样 其实我个人觉得 不应该说他们不一样 因为数学从头到尾都是一样东西 它其实没有变 数学就是数学 与其说他们不一样 我觉得更应该说 在教育体系下 他们着重的点不同 在高中的教育很显然 就是当你拿到一张 段考答案卷 那你会发现 上面全部都是填充题等等的 就是完全都是充斥的数字的答案 但大学数学系就很不一样 就以我来说 我个人在大学数学系拿到的考卷 就是一张考卷里面 可能80%题目都是证明 不是说完全不会有计算题 但是计算题的比例 真的少之又少 那在这个问题之下 大家要怎么样知道 自己是不是真的喜欢数学 我建议你们可以 去买一些数学科普的书来看 那我自己个人是有 在上大学之前 买了两本数学的书 那我买的是这两本 一本是这个 数学好友识 它只是一个科普的书 所以即使你真的 完全没有数学相关背景 你去看这本书 还是完全可以看得懂 那在第二本书呢 我想是比较有名的书 它就叫做 费马最后定理 有有人知道费马最后定理吗 知道打知道 这是一个蛮 困惑人类数学家 蛮久的一个问题 然后在近几十年 被一个叫做 Andrew Wells的人 就是怀尔兹 就是如果你们有看翻译的话 应该叫怀尔兹 这个问题被他所解决了 但它算是一个 比较纪录片性质的书 所以就是记录这个 费马最后定理 被解决的整个过程 后面有一些 关于怀尔兹 小时候发生的事情 我觉得这本书 其实蛮好看 我觉得如果是想知道 自己是否喜欢数学的人 可以去买这两本书 然后回来翻阅 那你在看的过程中呢 你看到这些 对于他们所喜好的事物 你会不会有所共鸣 就是你会不会觉得 有悸动的感觉 或者是觉得 无限认同的那种感觉 如果有的话 我觉得你确实是 有喜欢数学的 你愿意接受这些 数学的事情 数学的历史 愿意了解一些 数学界里面 定理证明相关的事情 好 那希望大家都能够 好好的认知 自己是不是真的喜欢数学 然后再来做 自己科系的选择 因为我觉得这点 蛮重要的 很多人就是会在 上了大学之后 有选错科系的问题 这个会马上脑筋 那接下来我们来到 第二个问题就是 数学系学生 都应该有怎样的心理建设 想必很多人在高中的时候呢 会觉得数学很简单 然后数学 也非常的得心应手 有一个问题呢 可能很快就能够解决 甚至一个完全没看过的问题 可能20或30分钟 就可以解决了 但是到大学 如果你还是抱起这种心态的话 你很容易很有挫折感 因为出现在大学课本上的习题 或者是在考试的时候的题目 其实都没有想象中的 这么好解决 加上计算的成分已经不高 大部分都是以证明的形式呈现 所以即使你写对一个题目 然后可能里面证明 有某些细节 你没有交代清楚 那可能也都不能算是一个 完整的证明 所以这点是我觉得 如果是从高中 要升上大学的数学系 新生们应该有的心理建设 你们应该对于自己 解决数学问题的心态 要有一些调整 数学题目不会再像以前一样 这么容易的被解决 就是你们必须要这么告诉自己 好 再来第三个问题就是 我喜欢数学 但我应该选择自工吗 好 这个问题呢 就是从我高中 准备升上大学的时候 就已经听过无数遍了 当然我个人觉得 你想要选择什么样的科系 然后进入什么样的大学 当然都是你的 个人选择 但在我个人的观点上 我会觉得 如果你今天是一个 喜欢数学的学生 那你就去读数学系 如果你喜欢自工 你就去读自工系 在选择科系的时候呢 不要去算计太多 或者是不要去觉得 哪一个科系可以赚大钱 另一方面反而是 这个科系是否真的适合你 才是比较重要的事情 大家都知道数学跟自工之间 其实有蛮多相关之处 就是自工里面有蛮多部分是 需要你的数学不错 才能够去读自工的 如果你在大学 读数学系的过程中之后 真的发现自己对自工是有兴趣的 那你之后呢 研究所也是可以读自工的 所以其实我觉得 你当下喜欢什么 你就去念 不用考虑未来的出入 不用说你喜欢物理 就一定要读光点 你喜欢数学 就一定要读自工 你如果觉得自己 是喜欢什么样的科目 即使它是一个单纯 纯粹的科目 你也应该去勇敢的选择它 而不是去考虑 未来的出入如何 然后依照出入去选择你的科系 好 再来第四个 数学系学生在做什么 数学系学生呢 简单来讲就是每天上课 然后迎接 期中考跟期末考 然后如果你是 微积分的话 像我们学校的微积分 初等微积分 就是基本上都会考三次考试 一个学期 会感觉像在读高中 就是一个学期 真的有三次断考 压力啊什么的等等 可能会比其他科系来的大 因为其他科系我听说好像蛮多 有一些都是以报告的方式呈现 可能没有那么多的考试 但在我们系里面 几乎每一科都是有考试的 以我们学校的数学系来讲 我们是没有算初情分数的 就是我们所有分数 都是压在考试上 要读的东西也蛮多的 所以我们每天就是 读书 写习题 上课 无限循环 我过到现在大三 对数学系的认知就是这样子 数学系在做的比较多是 逻辑思考上面的训练 就是它会要你写清楚证明 把所有需要用到的东西 都交代清楚 那这才会是一个完整的证明 其实某种程度跟写程式有点像 但是程式跟数学毕竟就是不同的东西 好 再来第五个 数学有要背吗 想必很多人会说 数学就是理科啦 理科怎么会需要背 理科应该很不需要背才对 好 但其实在我读数学 这几年来的过程中呢 我觉得数学还是需要背的 就好比说高中 假如说你在解题 某一个题目需要用到余悬定理 难道你会在解题的时候 顺便把余悬定理再推倒一次吗 就是从头推倒余悬定理 然后之后再使用余悬定理去解这个题目 其实你不会嘛 你一定是会记得余悬定理的结论 然后直接应用这个结论到题目里面 当然不排除你想要练习 你想要练习定理证明 这当然很好 定理证明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大家都会使用余悬定理 但我不相信有几个人会证明余悬定理 所以我想表达的是 你在证明完一个定理 得到了某一个结论之后 通常我们是会把它记住的 所以把这些证明过的公式或者定理背起来呢 其实是相当于一个学习的过程 就是你把这些东西内化成自己的知识 那下次你再碰到其他问题 或者是更深入的问题的时候 你就可以奠基在你现在已经有的知识 然后去解决下一个问题 那来第六个 考不上名校数学系怎么办 有人说一定要读名校吗 我觉得很多人在名校跟科系之间的抉择 都会先优先选择名校 那这件事情呢 我个人是反对的 因为我觉得学校其实没有这么重要 如果你今天上了一个很好的大学 但读了你不是那么喜欢的科系 那我觉得你还是会蛮痛苦的 所以在选校跟选系之间呢 我一定是会比较偏向于选系的 那你会说 但是如果我正真的很在意我的大学 是不是名校那怎么办 那我会建议大家就是 如果你新年考上了一个比较没有那么好的学校 假如说你想读数学系好了 但你考上一个比较中下的学校 那你还是可以去读 我觉得没有关系 但是你之后呢 就是在大学四年的时候可以更加的努力 然后呢更加专业你的专业科目 然后之后到研究所 你就可以考一个比较好的研究所 不管是台青椒啊等等的来去洗刷自己的 可能没有那么好的大学 因为大家通常都只会问最后的学历 如果你之后读到研究所 就是问你是哪一所研究所毕业的 对 那那个时候呢 你再讲出来 那大家就不会因为你的大学是没有那么好的大学 而觉得对你的能力有受打折扣 这是我个人的想法 好 再来第七个 就是我讨厌城市 但是我还可以读数学系吗 我的答案是 可以啊 我就是那个讨厌城市 但读数学系的人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 就是数学系的课里面呢 会有小部分的城市 就是可能会 每个学校可能不太一样 但是都可能会有一些必修的城市内容 对 然后我就是那个讨厌城市 但是还是读了数学系的人 在整个课规里面 我相信城市的篇幅不会占太多 就是一些基本的城市而已 所以如果你稍微的努力一个一两个学期 然后把基本的城市先修完之后呢 大概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因为毕竟我们还是数学系 所以数学的内容偏多 所以不会说到像资工一样那么多的城市 所以这点倒是我觉得不用太过担心 再来第八个就是数学系以后可以干吗 想必大家在想要选的数学系 或是对数学有一点兴趣的时候 就会在Google页面上面搜寻 数学系工作 或者是可以做什么 其实现在有蛮多科技公司 跟一些产业都是跟数学游戏系相关的 只是数学呢 它基本上很多时候 不是单纯的一个纯粹的科目存在 它可能需要去结合你其他部分的知识 假如我今天修了数学 然后再去修城市相关的东西 我可能之后就可以从事资工相关的领域 但学习数学本身就有点像是一个蹲马步 或者是打稳你的基本功的一个事情 就是你在学习任何技能 跟数学相关的技能之前 你先学习了数学之后 你就可以比较奠定你的基础 然后之后呢 在那个领域你就会变得比较轻松 所以其实也鼓励大家 就是在上了数学系之后 你可以去多修修其他的领域的课 不管是商管学院的 或者是理工馆的 其他的应用方面的科系 去挖掘你自己的兴趣 那你可能某天就会发现 你对某一个专业特别感兴趣等等的 那这些都会有助于你未来 对于未来研究所 甚至更高学服的选择 其实我自己本身在选择数学系的时候 我甚至有想过说 我未来可能完全不从事 本科系相关的行业 我只是觉得 我当下是喜欢数学的 然后非常的渴望相关的知识 所以我选择了数学系 然后我甚至没有去试想说 我未来会从事什么样的工作 因为我觉得 喜欢对我而言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就是我想要在 我喜欢数学的当下去选择数学 而不是去图谋选择了它 我可以获得什么样的利益 那接下来第九个 就是我选择了数学系 让我一周需要花多少个小时念数学 我想这个答案会因人而异 你也需要自己去找到 适合自己的读书步调 毕竟每个人是不一样的 那像以我个人来说的话 我并没有去预设说 我每个星期要读多少个小时 因为我觉得 这样子会容易 让你的效率不佳 并不是读越长时间的书 就会效率越好 或者是吸收状况越好 你必须要考量到自己的 不管是身心状况 还是你当下的情绪 你是不是有能力 去接收这么多的知识 再去调整你的读书时间 所以每个星期 每个阶段 你以说 每周需要读书时间 可能会不一样 这个需要每个人自己去握索 再来第十个 就是学数学 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在我读数学 读到现在第三年了 我认为学习数学呢 有两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第一件事情就是执着 第二件事情就是 你不能理解的 就别用 执着为什么很重要 就是你常会看到很多数学家 他们是思考问题的时候 都是非常非常执着的 甚至像我刚刚前面提及的 那个费马最后定理 解决这个问题的人呢 总共从头到尾 大概是花了将近七八年的时间 才把这个问题解决完 他是每天都把自己泡在数学里面 把自己完全的奉献在数学里面 当然他也有可能徒劳无功 也有可能完全到最后 完全没有解决问题 你要抱持这样的心态 就是我愿意把自己 全部都投入在这个问题里面 我可以思考 用问题三天三夜 甚至是好几年 都可以把自己的心思 执着在这个问题上 我觉得这是读数学系的人 或者是做数学相关工作的人 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质 而在第二点有关 你不能理解的就别用 这件事情呢 是因为很多人会 承袭以前高中的做法 就是他们可能从补习班啊 或者学校老师那边得到了一些速算法 然后呢 就把那个速算法记下来了 但是却不知道从何而来 然后很常把那些速算法 应用在他们所需要解决的题目里面 那我觉得这点是 在学习数学心态上是不好的 因为在真正严谨的数学当中 你所认知的每一条定理 都是经过证明而来的 这也是数学不同于其他科学的地方 每一条定理都是经由严谨证明 所以他们不会有任何错误的余地 当你不知道你所应用的东西是如何证明 如何取得就使用它的话 你没有办法让大家信服你的答案 因为你没有一个合理的证明 这也是数学跟其他学科很大很大的不同之处 其他学科呢 因为多半是透过实验 或者是观察所得出来的结论 所以很常很多时候会有一些实验误查 或者是有一些人类还未发觉的东西 而导致有着错误的观念 但是数学不会 因为数学的每一条定理都是经过严谨的证明而得到的 不会有错误的问题 其实每一条都是非常扎实的 我个人认为这也是数学一个非常迷人的地方 我非常喜欢 好 终于讲完了 我趁了我这个没有课的星期二早上 然后来拍了一下想拍很久的主题 然后最后想要再推荐给大家一本书 就是这本 身为人的13堂数学课 那这本书呢 算是一本还蛮新的书 大概去年才出版的 然后它的翻译版本今年才出来 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去买来看看 我为什么会读这本书呢 是因为我哲学期修了一门课 他老师规定的指定读本是这本书 所以我就读了 然后读一图发现很不错 想说可以推荐给大家 那它这本书呢 是美国数学协会的一个得奖作品 那其中有一个人夸赞的这本书 就是他讲说 这本书可能是我们这个世代最重要的数学书 然后有机会可以去看它 我觉得这写的蛮精彩的 是一个数学科普的书 就是你没有数学相关背景也是可以去卖来看的 好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你们有什么对于数学系的疑问 或者是想表达自己的观点 想对我说的话都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 真的非常让人欢迎大家来影片底下提供意见 今天我所准备的这十题也都是 几乎都是开放性的问题 就是没有一个正确的标准答案 所以我的想法也不见得是完全正确的 所以欢迎大家提供意见 好 那最后如果喜欢影片的话 记得帮我订阅按赞分享 不要忘记帮我追踪我的IG 那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还有我跟你们说 如果你们上了大学 进了数学系之后 那种很久很久都没有联系的朋友 突然联系你 你会发现 10个里面有9.5个都是要问你数学 然后那0.5个呢 就会是先给你寒讯一下 然后之后要问你数学 怎么这么悲惨 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 一起来投稿吧